男人一个问题就能看出你在他心里的地位 当你给一个男人发 你会离开我吗 如果他回复说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这一般是渣男在敷衍你 如果他回复说 我怎么会离开你呢 这是喜欢你的人在回复你 如果他回复说 不会的 怎么了 就是关心你的人在回复你 如果他回复说 你怎么这么问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那这是真心爱你的人的回复 如果这个男人回复说 你问这个干嘛 你有毛病啊 那这个人就是准备离开你的人 你不妨试一试 这是一位婚后女人讲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天他下班回家 先去接孩子 然后重重买了菜回家做饭 吃完饭后 他要去给孩子辅导功课 看到老公躺在沙发上开始刷手机 他就提醒老公把碗洗了 男人答应说好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 孩子的功课辅导完了 他出来时发现老公还躺在沙发上刷手机 他再次提醒说 你把碗洗了吧 老公说知道了 等一下会洗的 你忙你自己的事去吧 于是他就去给孩子洗澡 女人自己也洗洗澡 并把家里的脏衣服也给洗了出来 等到晾衣服的时候 发现老公还在看手机 桌上的碗一动也没动 老公看见他出来说了 你别吹了 我会洗的 等他把孩子的玩具收拾好 地脱干净 已经晚上11点多了 桌上的碗还是没动 按照以往的惯例 他看不过去就会自己去洗 但这一次他没有洗 他想看看如果他不洗的话 老公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洗 到了晚上12点 他老公哈 现连天的进到卧室 他忍不住问碗洗了吗 老公说明天再洗吧 今天太晚了 想睡觉了 那一晚他没有和老公再说一句话 第二天老公起床问他 早餐做了吗 他说锅碗还没洗 没法做早餐 老公看了看那堆碗 那我出去吃吧 他又一次忍不住的问 你不是说你会洗吗 你打算什么时候洗呢 他说早上上班来不及 回来再洗吧 老公说话间的整色 已经很不高兴了 女人忍住自己想去洗的冲动 把孩子送到学校 自己也去上班了 晚上接孩子回到家的时候 碗依然没洗 这一次不等他开口 老公先不爽了 不就洗个碗吗 你洗一下又怎么了 非得一直盯着我吗 夫妻两人一定要这么计较吗 那一刻女人沉默了 脑海里突然闪过离婚这个念头 听听 一切都成了女人的错 如果他把碗洗了 就没这些事了 但从昨天下班回家 女人接孩子买菜做饭 给孩子辅导功课 洗澡洗衣服 打扫卫生 哄孩子睡觉 他做了无数件事 仅仅只是让老公洗个碗 却一拖再拖 最后还倒打一趴 所以女人产生离婚的念头 不是一时冲动 也不是遇到老公输鬼时的 那种伤心欲绝 而是被日日夜夜的失望 和寒心滋涨起来的 对一个女人而言 怎么可能真的是因为几个碗而离婚呢 因为他心寒的不是这几个碗 而是长久以来男人的自私和冷漠 我是白春刚 关注我 做个幸福的人 永远不要去疗愈你的伴侣 有很多人认为 亲密关系中的痛苦 是伴侣带给我们的 只要伴侣做出改变 痛苦就会消失 所以你总是想要把一些谈亲密关系 如何相处 夫妻之间如何避免冷暴力等 这些好的视频发给你的另一半 但得到的结果通常都是 你很烦 你不要被这些毒气汤给骗了 为什么我不希望你们总想着去疗愈你的伴侣呢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很不自觉的把自己放在一个高位 觉得他就是不懂得经营婚姻 他就应该学习 认为你就是提供给他帮助的人 他就应该看你给他的视频 他就应该听你的 这种长期不对等的关系 很容易激起伴侣的愤怒 他不应反对而反对 甚至用冷暴力出轨的方式来宣泄 请记住 我们无法疗愈伴侣 只能疗愈自己 也就我常说的 谁痛苦谁改变 因为无论是谁 都不愿意被别人掌控 我们能做的 就是觉察自己的行为 看能够做些什么 来疗愈和滋养自己 也许了解自己的童年创伤 看看自己的原生家庭 是不是痛苦的来源 这样自我疗愈好了 你更心平气和了 对方能够接受你 对他的帮助的机会就更大了 你知道真正深爱你的男人 是什么样吗 首先告诉你一个扎心的事实 男人口中的我爱你 可不等同于他真的爱你 这种不负任何成本的话 很多男人张口就来 而真正爱你的男人 首先他不会对你冷暴力 愿意接受你所有的情绪 好的坏的 而不是只接受你乐观开朗的一面 不接受你糟况负面的一面 所以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 就要看你们遇到问题或吵架的时候 他会不会和你沟通包容你 没有不耐烦 没有指责 没有冷战 他愿意拥抱发脾气的你 这才是真正的爱 其实真正爱你的男人 不会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会拿实际的行动去兑现承诺 会给你充足的安全感 经常给你画大饼的男人 跟撒谎没什么区别 说了也白说 千万不要靠听觉去感动 爱是一个动词 不是感觉 最后一个表现很重要 它不仅仅会给你陪伴和花钱 还会把你规划到自己的未来 愿意为你和家庭去打拼 因为真正爱你的男人 是不舍得让你吃苦的 会想着给你最好的生活 我是百成刚 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 但凡你的老公对你说过 我每个月给你的工资不够花吗 你每天就知道买买买乱花钱 请你一定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 这是一位妻子 用真实的经历现身说法 让老公知道真实的生活 有多么的昂贵 这件妻子直意邀着老公一起去逛街 老公答应了 两人先来到超市的宾柜区 妻子拿了两大袋的奶酪棒 对老公说 这是你儿子最喜欢的大奶酪棒 两袋一百 随即放到了购物车内 走到熟食区后 对老公说 每周的昆菜 你吃的比谁都多 牛排四合 老公看了没说什么 他们又走到了生活用品区 妻子边拿边给老公报价 正好家里的洗衣也用完了 就买这个吧 大桶的买一送一 八十八划算 最后等结账的时候 丈夫拿着小票 惊呼 四百多 妻子不以为然的说 大件的生活用品刨去 凡是吃的喝的 才够我们家一个星期的量 有些两天就没了 基本上我每周都会来一次 要是带你儿子一起来的话 那就更贵了 他要冰激凌 要玩蹦床 还要买玩具 老公 你说买不买 老公听完后沉默不语 还没玩 妻子拉着丈夫又去了商场 到了南庄区 磨着一件睡衣 对老公说 上周你不是让我给你买套新睡衣吗 这套不错 打完折一百八 丈夫说 给我买啊 妻子反问道 你该不会认为你柜子里的新衣服 新裤子 袜子 领带 都是我缝的吧 丈夫欲言又止 两个人走出商场鞋 妻子突然扭过头 对老公说 哦对了 你叔叔家表哥后天结婚 你妈昨天特地打电话跟我说 让我们单独出一份份子钱 八百 什么样 丈夫听到后一脸惊讶的表情 想说什么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妻子接着说 现在知道我把钱都花到哪了 老公还想解释 这是特殊情况 不可能每个月都有结婚的吧 我每个月可都给你两千了 妻子无奈的对老公说 你说的对 可麻烦你先收一收 你这份自以为是吧 不要以为你每个月给我两千块 买完菜 交完水电费 照顾完孩子 买完生活必需品 应付了人情世故 我还能剩下一千八 今天你也看到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买的所有的东西 除了我们一家人吃的 都哪些是我自己喜欢吃的 我穿的 带的 用的呢 一样都没有买 这时候丈夫低着头不说话了 妻子认真地继续说 夫妻之间最重要 最难的就是将心比心 老公 我理解你上班的辛苦 在工作上受得气 可也请你理解一下 我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后期工作 你每次说的那些风凉话 我每次都难过地哭一个晚上 请你做一个温柔的丈夫 好吗 我是百成钢 关注我 做个幸福的人 你知道真正深爱你的男人 是什么样吗 首先告诉你一个扎心的事实 男人口中的我爱你 可不等同于他真的爱你 这种不负任何成本的话 很多男人张口就来 而真正爱你的男人 首先他不会对你冷暴力 愿意接受你所有的情绪 好的 坏的 而不是只接受你乐观开朗的一面 不接受你糟糕负面的一面 所以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 就要看你们遇到问题或吵架的时候 他会不会和你沟通包容你 没有不耐烦 没有指责 没有冷战 他愿意拥抱发脾气的你 这才是真正的爱 其实真正爱你的男人 不会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会拿实际的行动去兑现承诺 会给你充足的安全感 经常给你画大饼的男人 跟撒谎没什么区别 说了也白说 千万不要靠听觉去感动 爱是一个动词 不是感觉 最后一个表现很重要 它不仅仅会给你陪伴和花钱 还会把你规划到自己的未来 愿意为你和家庭去打拼去奋斗 因为真正爱你的男人 是不舍得让你吃苦的 会想着给你最好的生活 我是百神刚 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